周园 周园 回来 站住 周园 我叫你站住听到没有 你以为 我被你打这么多次 回复长激情吗 这都是为你准备的 结婚是一时冲动 可是离婚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周园 你这个臭女人 你这个臭女人 那不是梁妃吗 他对以言做什么 把新一秀给我 我不会给你的 你放开 你这个臭女人 你干什么 鸣儿 你没事吧 没事 好了 别打了 梁妃 你别以为你做的坏事 都没有人知道 你也别以为 逃脱过法律的制裁 不是你的东西 你巧取好多也没有用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要是不早点觉悟 早晚会栽在你自己手里 盈安 盈安 你真的没事吗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怎么了 盈安 对不起 我没想到 当初我跟我妈 那么无情地把你 从家里赶出去 可是现在 你却一次要一次地 伸出了援手来帮助我 所以 我根本就没有理 再见你 别这么想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也要坚强 好好地帮你哥照顾爸妈 知道吗 知道吗 我会的 我现在 可以叫你天心姐吗 当然可以 天心姐 梁妃她不止骗走了我们家全部的财产 有一次我还听到她跟方桐说 就是他们两个设计 把你骗到饭店 害得你流产 这一切 都是因为方桐想要嫁给我哥 而我和我妈 还傻傻地相信了他们的谎言 成了他们的共犯 我 我太对不起你了 就为了他们个人的私欲 害得我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无辜惨死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一安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证据 把梁妃和方桐他们全部抓起来 你 一行 回来了 妈 妈 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 妈 你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从天堂一下子掉到地狱 怎么能好呢 妈 这里不是地狱 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呀 你不觉得我们搬到这里来以后 我们家人的感情更亲密了吗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以前的物质享受 不过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这是再多钱都办不到的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也是万万能不能的 现在全家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每天那么晚才回来 妈妈看着真的不忍心 一行 怎么了 没事 不是 怎么了让我看看 妈 这看一下 怎么那么大一块玉青啊 是谁打你了吗 是不是梁飞干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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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事 这是我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弄的 没事了 过几天就好了 放心 不是 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妈 你别担心 真的没事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是时候该出去磨练磨练了吗 对不起 都是妈妈的错 是妈妈害了你 妈妈当初 不让你在外面创业 硬要把你拉回家来帮忙 现在害的你是一无所有 要是我不被梁飞骗去那些股份 你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 妈 是妈拖累了你 还硬要逼着你和天心分开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孩子 妈 妈 你别这样 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也不愿意看到的不是吗 妈 别哭了 爸和乙安都肯定睡了 我们别吵极他们好不好 乙香 有你这个儿子 妈妈真的很骄傲 我一定想办法补偿你 你不要补偿我 我不需要你补偿我 我只要你跟爸还有乙安 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那就够了 对了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你做 别别别 妈不用了 我赶紧去洗澡休息了 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早点睡啊 那你呢 我再坐一会儿 妈 你也早点睡啊 去吧 啊 我 你忘了 还没什么 我还没什么 你 我 爸 早啊 早 好香啊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 起来了 快快快 吃早饭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准备那么多菜 没有 好长时间 没给你们做过饭了 今天就给大家做一点 好 林翔已经吃过 上班去了 快吃吧 尝尝我得给你 手艺 还行不行 来来来 好吃 很久没有吃过 妈妈做的扫饭了 真的好香啊 对不起啊 别老说对不起 这几天这三个字 我都不知道 听了多少遍了 我都听得烦了 老公 老公 我的性格呢 有时候太不可理喻 也太任性了 这些年 谢谢你包容和体谅我 你说这些干什么 灵红了 你最后呢 还没想到 我又是 你最后还听到 你这些事 你也听了 要是 这些事 我会觉得 你都听到 我听到 你都听到 说了吗 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您都听腻了 不过看着您和妈 这样双手相握 四目相对的样子 真的好幸福 好让人羡慕呀 以安 谢谢你啊 这些日子 一直有你这么个贴心的女儿 陪在我的身边 妈 您怎么这么说呢 我是您的女儿啊 这些啊 都是我该做的 放心吧 梁妃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我不会饶了她 妈 我 对了 你们先吃饭吧 我 我出去一下 你去哪儿 我 我 我想 出去找几个朋友 看看他们能不能 帮些什么忙 哎呀 该找的我都找了 这个年头啊 看热闹的人多 真的能帮忙的人 反而少 你娇 别去自讨没趣了 不是 我就是去找几个好姐妹 说说话 啊 没事 没事 你们先吃 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妈 要不然 我陪您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们吃饭吧 吃吧 谢谢吧 您喝点粥吧 好 来 我 我走了 老婆 路上小心 早去早回 是啊 妈 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爸 真的很好吃 你妈的手艺真好 好 妈 您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事 没事的 你去 你去吃饭吧 好 我走了 走了 妈 爸 你有没有觉得 妈今天 不太对劲啊 自从你妈搬过来以后 心情就一直不太好 今天难得 他自己愿意出去走走 咱们就顺着他吧 爸 我去削个水果给您吃吧 好 水果刀呢 放心吧 梁妃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我不会饶了她 爸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我有点事情 要跟妈说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啊 爷 嗯 我今天一定要逼梁妃把我们的家长还出来 否则我就跟她同归于尽 方童你干什么你啊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吗 还不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这孩子不是我们俩的骨肉吗 什么为了孩子 这都是你的借口 顺便告诉你 就算我把孩子生下来 我也会自己养育他 绝不会让他叫你一声爸爸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为母则强 为了我的孩子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你这样的爸爸 只会让孩子感到羞耻 除非你现在听我的立刻收手 要不然 我干脆去把孩子拿掉 你敢动我的孩子你试试 信不信我杀了你 放手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现在就去 你回来 放手 你给我回来 放开我 别走 你放开我 梁妃 你等我听话 滚开 滚开 给我回来 不许去 干什么 放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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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许去 你们终于说实话了 你怎么会来这儿 妈 原来你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奕翔的 你还想继续骗他是不是 你还想跟他做夫妻啊 妈 你听我说 说什么说呀 我都录在这个里面了 我会把这个给奕翔看 我要让奕翔跟你离婚 妈 不要 还有你 你居然伪造我的签名笔记 把我的股份全都转走 甚至夺走我们的公司 和我的家产是吗 感谢你 铁针已经全部录在这个手机里了 我要把这个交给奕翰 要让奕翔告你 告诉你 让他跟你离婚 死老太婆 原来这些都被你发现了啊 那你以为 你今天还能活着离开这儿吗 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 梁妃 别拦我 梁妃 你别逼我 你别逼我 看来你今天 还是有备而来 你想玩大的 我今天就陪你玩 刺 你往这儿刺 瞅瞅刺 你敢不敢刺啊你 我啊 我让你的儿子变成乌龟 我把你女儿弄得生不如死 还夺走你们家的一切 你恨我 你动手啊 你动手啊你 怎么 你没胆子了你 我就知道你只会虚张声势 你根本就没胆子下手 你这个恶魔 她说我是恶魔 啊 梁妃 把手机给我 给我 放手啊 你放手啊 放开我 放手啊 你放手啊 你放开我 别把我放开 你放开她 放手 给我 把手机给我 放手啊 放手啊 放开她 妈 快走 快走啊 这我眼睛只要死你 梁妃 你放开我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死 别追了 站住 妈我跑不动了 妈也跑不动了 听我说 刚才我用这个手机 把梁妃说的话 全部都录下来了 她亲口说 方桐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的 这都是证据 这是告到梁妃的证据 姨安 你去找附近的派出所 报警去吧 妈 那您呢 你快去吧孩子 不行 妈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在这儿的 梁妃她心狠手辣 她一定不会放过您的 她要是想把我怎么样 我就跟她拼了 不行 妈 您不能这样 不能 姨安 都怪妈一时糊涂 把我们家害成这个样子 妈已经没有脸面 再面对你们了 姨安 妈爱你了 回去跟你爸你哥说 妈妈是爱他们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听见没 我一定要从梁妃的手里 把我们家 失去的全部都夺回来 妈 你不要这样 我不要你去 我不要你去 妈 快去吧孩子 不行 妈 要不走 我也不走 不行 你怎么忙 快跑 快走 快走 妈 姨安 别管我 你快去呀 这回你们跑不掉了吧 手机给我 走 走 你们已经没路可逃了 给我 快 快把她危险我们的事情 都给拍下来 赶紧去报警 姨安 快 拍下来 请拍下来 走 去报警 去呀 你 妈 快去 快去呀 把手机给我 给我 我死都不会给你的 放开我 两个人呀 把手机拿来 放开我的女儿 拿过来 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我 两个人 放开我 放开 妈 妈 好 你不去 让我去 回来 你让我过去 妈 你肚子有孩子不能去 难道让我眼睛睁 看他们死吗 回来 妈 好 那我不去 我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救他们 你疯了吗 不准报警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没有怪我心狠 不是他们有事 放开我 就是咱们有事 你放开我 清禾那个手机 放开 跟着他们一起掉下去了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 是我们干的 我们快走 妈 妈 姨儿 快走 妈 快走 走啊 妈 快走 姨儿 走啊 快走 你放开我 快点 放开我 走啊 什么 我怎么睡着了 最近工作太累了 周亦香 振作起来 你行的 赶紧开车赚钱吧 喂 张鹏 袁平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啊 什么事找他那么急啊 有阵云下落了 哎 等一下 哦 谢谢 小姐 请问去哪儿 我到润恒路 七百九十八号 天心 李翔 你怎么会来开出租车啊 嗯 嗯 嗯 我一个朋友 刚好请假聊天 就让我帮他开几辆车 是你帮他 还是他帮你 你宁可来开出租车 也不愿意到我公司上班 自尊和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是跑来教训我的吗 那不好意思 我还要在客人做生意呢 我也是客人 出租车不能挑客人吧 好 那请问小姐 你要去哪儿 瑞恒路 七百九十八号 好 可以 原来爱情就像烟火 就算再怎么划 离过 越来往前面走路就越偏了 你去来干嘛 我去找郑 我现在应该给原平打电话 怎么还是不接电话 你和原平 你和原平 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你们都是单身 又有好的工作 我 总算排出万难在一起了吧 周易翔 原来你还是用这种眼光 在看我们呢 难道不是吗 我看你跟他总是出创入队的 好事将近了吧 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以前那个大气开朗的周易翔 你让我去哪儿 你让我去哪儿 难道就因为你家变得落魄 你也变得阴阳怪气 变得猜忌多疑了吗 我没有 没有 要不然你不会拒绝我对你的帮助 甚至是我要介绍工作给你 你都不肯 那是因为你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事情再费心 就算当不成夫妻 我们是朋友不是呢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 现在你家里有事你就躲避我 难道你觉得我是那种贤贫爱妇的人吗 难道只有你可以对人好 只有你可以扮演救世主吗 男人本来就应该照顾女人保护女人 对 所以反过来 男人被女人保护被女人照顾 就是不应该了是吗 你这什么逻辑什么狗屁想法 对我就是个大男人 我就是不想被人家同情 尤其是你行不行 我希望在你的心目中 那个周一乡 永远都是那个有理想有报复的周一乡 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看着出租车到处乱跑 四处找打工机会的周一乡 只剩下淡淡要触摸在心中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是个女强人 而我呢 我就是个男领大叔 我们的身份早就调换过来了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外表 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 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一颗真诚的心 当初我爱上你并不是因为你有钱 现在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看不起你 周一乡 是你太看清我了 原来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么一个肤浅的人 停车 喂 还没到呢 你停车你要去哪儿 我要换一辆车座 停车 停车啊 你打不到我车的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 出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这是嫂子写给我的戏 这都是三十多年前记的了 怎么到现在才看到 难道 阿盛 看他这些三十几年前的旧信 相信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我 是我拦截了高燕寄给你的这些信 是我不让他来找你要钱的 也因此害他失去了旧丈夫的机会 迫使他和亲生女儿骨肉分离 让他只身在一厢奋斗 忍受孤寂 这一切都是我瞒着你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高燕会发誓要打倒我们容易够的原因 因为这是我欠他的 因为这是我欠他的 当初我的一念之差 害得一个好好的家庭就此破损 现在是我的报应来了 是我一个人的错 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偿还 为了捍卫我们的家 我死不足心 我只想跟你说 如果还有来生 我愿意再做一次你的妻子 做尹香和尹安的母亲 我爱了 黎红绝 黎红 黎红你到底想干什么 喂 你说什么 认识 你 义安 义安 我的宝贝女儿 你和你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义安 我的宝贝女儿 你和你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爸 你们来了 爸 妈 妈的真的 有人在河道里 发现了义安和你妈 他们被救起来的时候 你妈就已经断气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好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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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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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义安 义安 医生说 医院身上有几处伤 但并不严重 可是 他也许受了太大的刺激 一时无法承受 所以干脆 就把自己的心给封闭了 从此生活在 童年时候 无忧无虑的日子里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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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安 别怕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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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安 别怕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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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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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